他那時候一直跟爸爸媽媽說 就是我出院之後想要吃這個年糕 可是就是沒有吃到這樣 天啊我已經要哭了 對不對 如果喜歡我們分享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Hired Day 開啟小鈴噹 歡迎來到Hired Day 我是喜娜 我是台灣妞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社會案件 應該之前大家在台灣的新聞媒體上 看過這個非常感人的影片 這個影片就是一個媽媽 用VR技術重新再見到自己過世的女兒 其實這個節目是韓國MBC台製作的一個documentary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紀錄片 它背後製作的一個動機 大家看過的這個影片是第一季 其實今年年初又再出了第二季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季其實很轟動 超紅 上面轉發率超級 它的瀏覽量無敵報告 而且是各大平台都有在報告 而且它的留言全部都是有世界各國的人 沒錯沒錯 造成還蠻大的迴響 那其實這一個第一季的故事的女主角是 娜蓮小朋友嗎 娜蓉 三年前的秋天 她當時是七歲 就是因為罕見的疾病而過世 媽媽就是一直很思念她 所以製作單位就是透過VR技術 讓媽媽可以再見到這個女兒 然後過世前沒有跟她講到的話 又重新再讓她們對話 然後好好的道別 所以其實這個Documentary它的主題是 NO RU MAN NADA 換成中文是遇見你 但我覺得比較像是再見你 就是再見你一面 真的好好的跟你道別再見這樣子的感覺啦 那我這邊也準備了就是MBC台 她製作的這個紀錄片的一些片段 分享給大家 那部的電影 媽媽 媽媽 我們想要看看 來吧 媽呀 媽媽 打給你 媽媽 來吧 你太好了 可真 好 多麼 她很可愛 我們打給你 媽 這裡 這裡 你 那這個影片中呢也還原了這個娜蓮她生前的生活習慣跟一些動作 讓媽媽可以跟她互動 那我個人看完比較神奇的地方是她其實不是只是一個動畫一個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片段中裡面娜蓮小朋友叫媽媽趕快坐下 然後媽媽可能猶豫還沒有坐下 那個娜蓮竟然還說 搬離快點坐下 就是她很真實的可以跟裡面的人對話 我覺得這個技術真的蠻神奇的 很AI 對就是很AI智慧 影片中也有就是一段畫面是 娜蓮要媽媽幫她一起慶生然後有催生日蛋糕嘛 其實這一段畫面呢也是有故事的 桌上的擺盤包含 催生日蛋糕上面是七根蠟燭 就是當時娜蓮過世的年紀嘛 然後還有她桌上有一些很多顏色的小年糕 那其實這個年糕是 娜蓮她那時候在住院期間她很想要吃的年糕 她那時候一直跟爸爸媽媽說就是我出院之後想要吃這個年糕 可是就是沒有吃到這樣 所以其實製作單位都有去跟家人做討論 然後才製作了這樣的動畫 天啊我已經要哭了 對不對 你需要衛生紙嗎 好我們的聽眾已經哭翻了 沒有我剛剛在跟喜娜說 我沒有辦法接受為什麼要幫她過生日 因為就是一個已經過不了的生日為什麼要過 我覺得以媽媽的立場應該是會覺得想要幫她完成最後的願望吧 好你可以繼續說 大家可以不要理我 好然後她中間有一段是她吹完生日蛋糕 然後娜蓮就拿著手機說媽媽我幫你拍照 包含這樣的動作也是因為娜蓮她生前很喜歡拿著手機幫家人照相 所以其實裡面的一些動作都是有故事的 她整個那個互動的過程大概多久啊 一個小時嗎還是 沒有耶沒有那麼長 只有15到20分鐘 對 看完生日快樂歌之後呢就是娜蓮許了願望嘛 但她許了那個願望我覺得很感人 我覺得製作單位就是想要苦噴大家 就是因為那裡的媽媽她一直對就是女兒過世沒有好好的照顧她嘛 沒有給她一個健全的身體嘛 就是讓她這麼小的年紀就走了 她媽媽其實一直很自責 所以其實製作單位是想要讓媽媽好好的把這個自責感就是拋棄嘛 就是讓她跟女兒好好的道別這樣 所以最後的畫面是她躺在床上然後跟媽媽說就是 就是拋棄就是媽媽晚安然後媽媽就是最後看著這個動畫裡面那裡就對她說拋棄 再見嘛好好的走吧的那種感覺 就是整個動畫的內容 那我這邊有準備給大家當初這個動畫她製作背後的一些過程 製作過程就是有包含製作單位有跟家人討論說那蓮愛吃的食物是哪一些 跟甚至拿了那蓮最愛的那件衣服然後來比對說之後動畫要做怎樣的穿搭 這些都在那個拍攝過程裡面 再來呢是那蓮她的動作是怎麼製作完成呢 我覺得有點像電影在製作3D動畫就是會請真實的人帶那個機器然後模擬那蓮的動作 那當然這些動作都是製作單位去找那蓮生前的一些影片 去模擬她真實會做的一些動作 然後再去請真人去模擬她的動作一個一個刻畫完成的影片這樣子 她如果閱讀的資料量越大她就仿真程度就越高這樣子 那以上的內容呢是第一季的故事 因為反應很好所以電視台又製作第二季是在今年年初播出的 總共有兩集 第一集的故事主角呢是金龍君這個28歲的年輕人 她在2018年的時候呢在泰安的火力發電廠工作期間不小心意外身亡了 所以其實這個documentary就是主週呢其實是想要探討職業災害 哇跟第一季完全不一樣 而且因為這個案件那時候新聞媒體爆的還蠻大的 因為職業災害這個問題一直在韓國的討論度還蠻高的 第二季的第一集呢其實製作單位當初的發想是希望說可以藉由這次的機會讓大家認知到職業災害跟這些勞動者他們身處的工作環境的糟糕 讓大家重視這個問題這樣 那我先來給大家看這個案件發生的真實狀況 這個案件是發生在2018年12月10號 那這邊有真實的CCTV給大家看 當時就是這個金龍君青年呢他一個人獨自作業 那當時的那個工廠的環境就是非常多的灰塵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中有非常多灰塵 但他主要工作是要去檢查傳輸帶上面的工作進度啊 或者是他有沒有一些安全上的疑慮啊等等的 但是呢他在檢查途中不小心被這個傳輸帶卡住然後意外生亡了 這個金龍君呢他其實是這個發電廠的外發單位裡面的員工 當時是跟公司是簽了三個月的合約 所以他其實算是非常新的心路社員 就不小心意外生亡 所以媽媽非常的難過 當時這個紀錄片在開始的時候呢 媽媽因為有保留兒子的手機 他就跟製作單位討論說手機裡面的內容可不可以備份出來 看有沒有對紀錄片有沒有一些幫助 結果真的就是手機裡面呢存有大量的照片 就是這個金星青年他當時工作拍的照片還有影片 另外呢還有就是他工作期間自己在唱歌的一些錄音檔 所以這一些內容都完整的複製到了這次的紀錄片跟VR的動畫裡面 這個VR動畫裡面就重現了當時這個金龍君他在工作現場的環境 包含他拿著手電筒在照那個傳輸帶的一些過程全部都重現了 其實後來再對比他的CCTV VR的還原度網民們都說真實度非常的高 那當然就像一開始所說的這個第二季的第一集其實節目單位 但媽媽的想法是一樣 他們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重現當時工作環境 然後讓大家知道就是職業災害的嚴重性嘛 所以除了請媽媽來體驗這次的VR之外呢 電視台還請了12位的市民 就是完全不認識金龍君這個青年的市民去體驗這樣的動畫內容 那影片裡面也都有呈現 其中一位是說因為他看到了那個當時的工作環境 跟這個金龍君他當時過世前 就是意外身亡之前的一些片段都有重現在這個VR技術裡面 他覺得當下金龍君應該非常的害怕 覺得有一點可惜 這麼年輕的一個青年就是這樣過世了 然後另外一位市民是說如果他是我朋友的話 我應該會立刻就要辭職 因為他看到那個工作環境很糟糕 所以他有這樣的想法這樣 那有關這個事件呢 他其實有一個事件延伸 在金龍君過世之後呢 同樣的這個發電廠還有發生類似的意外 就是同樣是在傳輸袋上面 又有人不小心卡在那個傳輸袋上面 幸好的呢是當時這個發電廠 他已經改成是兩人一組的工作模式 所以其中一個partner就趕快去拯救被卡住的職員 所以好險他只有受傷沒有造成太大的意外這樣 所以是有因為這位金先生然後有改變 對有改變那個工作模式 因為其實這個金龍君他在過世之後 他媽媽就有一直積極的在跑 關於職業災害這一個問題 其實後來呢司法部跟勞動部這邊有討論 所以韓國有追加了一個叫做金龍君法的法規 就是在那個勞動安全法規下面 那這法規內容呢包含危險的工作禁止外包 因為其實金龍君他當時過世的時候 他是外包單位 他不是火電發力廠直接的員工 對他是外發的 所以其實金龍君法呢主要主軸是在於說 專門的危險的場所他們不應該請外發單位 應該是原廠要直接執行 跟原廠應該要保證所有員工的安全 就是他媽媽當時堅持希望可以改善的一個職業環境 畢竟感覺外包的就是比較沒有保障 對還有再加上如果這個原廠發生了死亡事故 追究這個負責人他可以高達10年的有期徒刑 這是後來追加的金龍君法 但是呢 好的我們的工商時間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cozywhite的新品 我今天帶的是cozywhite的項鍊跟耳環 我個人很愛這個項鍊 我覺得他做得非常的簡約 但是戴起來又還蠻有質感的 可以配任何有一點點小低領的衣服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那我今天是穿one piece配他 然後耳環的話也是基本款的 原型的耳環 但他上面的pattern我覺得還蠻美的 這是後來追加的金龍君法 但是呢 後來因為種種原因 政府這邊啊 勞動部這邊啊 司法部這邊啊 又開始開會開會開會 導致於最後又追加了一個條款 那這條款內容是什麼呢 剛剛只有講到危險場所嘛 危險的工作環境 那這個危險的工作環境 是指什麼呢 勞動部這邊他們又追加定義了這個 危險工作場所 包含呢 嘴銀啊 拱啊 簽啊等這樣的工作環境 如果你要執行這幾個化學物質的製作啊 可能要移除啊等等的這樣的工作環境呢 你才禁止外包 其他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呢 這些單位有涉及到 總統直接下令說要外罰 或者是勞動部直接有命令說 這個就是要外罰 就不在這個此限之內 好像有點奇怪 對而且 危險的定義應該不是這樣子 對 跟金龍軍這個青年 他工作環境是火電法立場嘛 就完全跟剛剛講的那些化學物質無關 所以他不在這個保護的那個法規裡面 所以他媽媽當時聽到的時候 有一度覺得說 雖然這個是金龍軍法 但我們的金龍軍喪生的地方 並沒有包含在這個法規裡面 很諷刺耶 對 他覺得有點可惜跟有點難過 所以其實到現在 他媽媽都一直有在遊行啊 就希望可以再改善這個問題這樣子 那剛剛講的是第一集 那第二集的內容呢 是一個爸爸跟他的妻子 那他的妻子呢 是在幾年前也是生病過世的 那這個爸爸他獨自扶養五個小孩 節目組就是 重新製作了他妻子 生前的一些內容 讓他重新再跟他妻子對話 這影片呢也分享給大家 行中的畫面呢 就是有這個爸爸他跟妻子一起共舞 就是一起跳舞的畫面 這個爸爸他也說他當時是 因為妻子生前喜歡跳舞 所以就是想說可以跟他做最後的道別 然後跟他一起共舞這樣子 這個爸爸他最後在看完這個VR技術之後呢 他就說妻子生前呢 有一些話我沒有辦法跟他說 但是透過這樣的技術 我可以把我想要說的話 全部對他說完 現在已經不會有任何的遺憾了 我就是把我的心願了結了這樣子 那以上呢 就是目前為止 總共三集documentary的故事 那就是如同我一開始說的 這一部documentary就是在國外 深受大家的好評 然後大家看完就是淚流滿面這樣子 這一次的紀錄片呢 其實有點像是科學跟人性的結合嘛 大家對於科學技術來說 一直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冷的東西 MBC台就讓他好好的跟我們人的感情 跟人性做完美的結合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這次的分享囉 我覺得VR讓大家見到死去的親人這件事情 就有點跟台灣觀落陰其實是 我覺得很像 很像 因為其實你也不能幹嘛 你就是一種心靈上面的撫慰這樣 對 我覺得去見往生的親人的這個過程也真的是 我覺得其實蠻折磨的耶 我個人覺得啦 對啊 但我覺得我比較想要探討的其實是金龍軍的那個影片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個技術之後其實可以用在破案耶 例如犯人的犯案過程它可以全部重現 大家就可以再重新看一下到底有什麼遺漏的證據 你不覺得這技術以後可以renew到這上面嗎 蛤 你不覺得是不是 我很難想像 因為感覺這個東西它就是需要很多的資料去把它輸入進去 對啊 所以就是我覺得人腦在看資料的時候一定會有看疏忽的地方 所以在比照對照的過程當中 搞不好就是可以找到一些主持不合理的東西 對啊 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技術感覺之後可以運用在更多地方 畢竟它現在已經運用在就是讓大家重現它那時候 為什麼往生跟為什麼會發生這樣意外的過程 我只覺得這技術以後會變成就是大家以後會有個虛擬家人 虛擬男朋友 虛擬女朋友之類的 就是會變成說 可能有一個人家人過世了或是 聽起來有點可怕耶 然後它如果有大量的這個家人的資料 它可能就把它輸入進去 它可能輸入進去 變成在家裡面它可以看到那個影像 就像你講的跟它互動啊 然後它還會做一些反應這樣子 這有點可怕 如果真的有推出像這樣的服務的話 可能會有人沉浸在 我覺得會耶 這樣子的生活裡面 就是走不出來那個 往生者的記憶裡 對啊 嗯 讓我們靜觀其片 看這個技術到底可以發展到什麼地步 對啊 好啦以上是由喜納所分享的這次的 社會異例待約 我是台灣妞 我是喜納 那我先要講說 就是我們要再看一次這個動畫嗎 要吧 好 那我這次也準備了就是 一些片段給大家分享 給大家分享 給大家分享 分享給大家 重新再來一次 我今天在講什麼啊 你可以冷靜一下嗎 我感人的部分沒有講到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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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